秋天 爱在上海的理由 就是吃一只大闸蟹 小时候家里教我 吃完大闸蟹 还要把它拼回来 我们不需要复杂的工具 一双筷子 一把剪刀就可以了 先吃蟹腿 大腿两头剪开 用它自己的小腿 正好可以插进去 把肉顶出来 嗯 甜丝丝 有弹性 老好强啊 吃过的蟹腿 按顺序一条条放好 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关节 全部放在一边 现在吃大钱 搬下小钱 大钱子里的肉 挑出来吃 吃完 把小钱装上 放回原来的位置 另一只大钱 另一只大钱也是一样 现在吃蟹斗 我们打开蟹盖 加点姜醋汁 蟹盖里面 除了硬硬的蟹味 都可以吃 现在吃蟹的身体 蟹的心 肺 腮 不能吃 把它放在蟹盖里 蟹身体里的肉和黄 都可以吃 剩下的蟹壳 减碎 也放到蟹盖里 最后吃蟹的关节 记得邻居 网嘎巴巴 用一只大闸蟹的关节 还可以喝半斤黄酒呢 蟹吃完了 剩下东西 全部可以放进蟹盖 压压紧 翻过来 放回去 又是一只完美的大闸蟹了 传说中的那一只大闸蟹 就这样吃完了 你会觉得 很难吗